根据联合国难民机构昨日的估计 自俄罗斯上周入侵乌克兰以来 也有100万乌克兰人逃离了家园 他们主要逃往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 而为了帮助这些难民 乌克兰邻国的教堂纷纷敞开大门 提供庇护和援助 根据美南进行会国际宣教部IMB的资料 波兰进行会成员已建立了40个收容所 他们为这些营地提供床上用品、食品和卫生用品 而IMB救济部门则提供了资金协助救济工作 在罗马尼亚的克鲁日纳波卡 罗马尼亚联合卫理工会 将一个酒店改造成社区中心 为难民提供庇护 此外 教会方面也建立了网页 提供住房讯息 方便那些为新来的难民腾出空间 而离开社区中心的人 可以快速寻找到住所 教会成员也前往边境 帮助难民越过边境 除了罗马尼亚联合卫理工会外 匈亚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卫理工会 也为难民提供庇护 据报导 在斯洛伐克 一名牧师就将六名从基辅逃离的非洲学生 送到他的教会避难 直到他们能够与家人和其他学生团聚 专家指出 此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是二战以来 一个欧洲国家对另一个国家 所发起的最严重攻击 世界各国领导人 正持续呼吁俄罗斯总统普廷 结束这场战争 国际社会也发布了有针对性的制裁措施 以切断俄罗斯 与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连接 本周早些时候 联合国报告称 在乌克兰 至少有227名平民被杀 超过525人受伤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菲利普格兰迪就指出 除非冲突立即结束 否则还会有数百万人被迫逃离 一位欧盟高管更警告称 多达400万乌克兰人 可能逃离该国 多达700万人 可能因冲突 而在国内流离失所 乌克兰的人民上百万的逃离在战乱中的家园 去邻国避难 受到邻国教会和基督徒团体们 非常有爱心的收留和照顾 这使我们联想到诗篇第32篇 七节的话说 你是我长生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是的 属神的儿女为在苦难中的人提供了长生之处 不仅讨神喜悦 能因此更进一步地带领人 进到神那里 那才是我们永久的长生之处 开录者视频 全新制作励志性节目 活出彩虹 在三月份开始播出 现今疫情依然肆虐 新一波疫情在香港爆发 使医疗系统受到极大冲突 而乌克兰的战局 令森林涂炭 整个世界就好像乌云密布 令人透不过气 在这个看来使人伤心绝望的大环境中 开录者制作了活出彩虹 这一励志性节目 让大家知道 虽然生活困难 但不必感到绝望 只要坚持到底 人生总会有出路 而基督信仰 或许就是最佳途径 活出彩虹 有粤语 活语 两个版本 粤语版 将抢签播出 首播时间为 每周三 敬请留意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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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